這次給你們一堆句子 可以用在作文中的Writing Stories 留意一下這種手法是Show and 或是Don't 什麼是Show 就是你會用Angry、Happy 去在作文中的例如 主角是Very Happy 但這些是比較低分的手法 其實最好要加起來 或是Tell Tell是什麼意思呢? 例如你看電影的時候 你會用音樂或特色的鏡頭 你會看到那個人 例如臉紅了 你就會知道他很生氣 高級的高分的同學 寫故事的時候 都一般能夠用到這種句子 去表達那個人 不單止說他是Angry 但亦是表達到他身體的語言 都會很生氣 我們一齊看看有什麼詞 第一個 表達一個人很生氣的話 當然他會是Heart Beats Faster 臉紅了 Red Face 或是Flushed Cheeks 臉紅了 也都是紅了 Flushed 也都是紅了 這個意思 Clenches Fist Fist 就是拳頭會捉得很緊 Crosses Arms Tightly 就是手會翹起來 看到他會有很多人 或者他會生氣的時候 眼睛被打開 即是眼睛會打開 即是會擦開 即是會擦開 眼睛這樣 如果人很生氣 也會呼吸很快便 即是他的呼吸很淺 即是他會很快速 即是他的呼吸很淺 還有什麼呢 Furred Brow 這就是指眼眉的眼眉會遮蓋了很多紋 另外,站近誰會怒恨 假如你很生氣的人,你可能會走得很迷 用眼神去挖住他 這樣就會用身體的語言站近 也會有一些激烈、激烈身體的動作 例如Shaking Fist 例如Shaking Fingers 狗就是對你友善的尾巴會挖住 這個動作就是搖著搖著 但手像搖著一樣,可以形容為Wagging Fingers 眼神會周圍很快地看,表示很生氣 另外,快樂 如果一個人快樂,身體是放鬆 雙眼睛是不適合的 雙眼睛是不適合的 眼睛是不適合的 眼睛是閃爍的 通常會呼吸得比較慢和正常 如果你想表達你的主角或人物很不開心 就是不適合眼睛是不適合的 眼睛是不適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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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是在眼中間 在眼中 ainda會變的 通常人們會站走 下巴和嘴巴會站走 Mouth droops downwards 平時笑笑是這樣的 但如果是droops downwards 就會是這樣的 這個就是droops downwards shoulders are slum Slum也是 肩膀是跌下來 Body is floppy Floppy也是跌下來的意思 軟下來 已經不再能夠挺直 因為很不開心 還有炭色Science 當一個人身體不舒服 或者很害怕的時候會怎樣 都是一樣 Tense muscles Eyes flick quickly around the room Avoiding eye contact 因為一個人很恐懼 或者你成績不太恐懼 回家的時候 你的眼睛就會避免眼神接觸 還有眼睛會周圍看 Closed body language 例如Arms and legs are closed 你會見到別人這樣 代表他有東西不舒服 或者他很害怕 Fidgets 是解什麼呢 是解助納不安 這個其實是很容易 很多情況之可以使用的 例如Fidgets with clothes 可能會拿著衣服 尾會一直在不玩 Fiddles with clothes 或者Fidget 就是助納不安 Tense jaw Jaw 會很緊張 White eyes 眼睛很大 Heart rate increases Breaths quickly and shallowly 也是一樣 呼吸很短 Appear small 人會變得很 縮起 不能夠很自信 或者很害怕的時候 人會變得比較小 就是Slumping down 例如在梳化上 Tail face 臉很青 Bice bottom lips 也會咬嘴唇 但這個其實有很多情況之下都會 不過這些是一些字 你可以提供給你們作文 可以嘗試 增揚一下你們的句子 Swetty palm 手會出汗 如果你是緊張 或者是害怕 情況都會這樣 當一個人很自信 會怎樣 Head is held up tight H upright 頭部也會向上 看 很有自信 周圍看 Holes body are straight and tall 也會站得很直 Relax the shoulders 肩膀就不會很緊張 自然就會 因為你有自信 就會比較輕鬆 Look around making eye contact with people 例如你想表演 或者自己覺得自己穿得很漂亮 就會嘗試看別人 希望別人看你 所以這個就會有這樣的舉動 亦會令身體變得更大 不同 不開心 或者害怕 你會怎樣 身體會比較大 例如手放在臀部 腳放在屁股上 Feed up on furniture 例如老闆就會這樣 通常老闆的腳放在桌子上 例如手放在桌子上 例如手放在桌子上 例如腳放在桌子上 手放在頭後 手放在桌子上 手放在桌子上 也會放在桌子上 這個情況代表人很自信 當然也會有笑容 這些字其實是不止於 可以很長很長 選了一些比較容易記 提升你們的狀況下 其實都會表達那個人的感情 其實你們可以想起更多 可以寫進去你們的作品裏 不過這些是比較容易記 不需要死記 以及你可以嘗試加進去 你們的作品裏增援一下 如果你們要取得的 可以去我的網站 就是www.myenglish tutor hongkong.com 這樣就可以下載這張紙出來 就不可以了 除了 作品裏增援一下